大家好,我是洛洛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黑镜,战火英雄,男主是名未来世界的士兵,一天,军队接到报告,附近村庄一家食品店东西被偷,当地人认为是蟑螂,然后队长率领士兵出发去杀蟑螂,男主第一次杀蟑螂很兴奋,然后士兵们来到村庄,队长向村民询问情况,村民们来到村庄,寻问情况, 村民们都非常肯定是蟑螂干的,因为蟑螂的血液里有疾病,他们生出的孩子也会是那样,所以必须被屠杀,而被蟑螂动过的食物和东西都要全部被销毁,并且村民告诉队长有个大胡子,经常帮助蟑螂,让士兵们去大胡子住的地方抓蟑螂,男主在周围寻他时,被一个女村民祈求,千万不要让蟑螂再来了,这个女人看起来很害怕蟑螂,之后队长安排一部分人, 出了村民问题,一部分人去杀蟑螂,然后队长将大胡子的信息,传到了士兵的麦斯系统上,士兵通过系统,看到所有信息,非常方便,之后他们来到大胡子住的地方,通过麦斯系统,可以完全看到屋内结构,队长和大胡子谈判,拖延时间,其余士兵接机进入房间巡查, 这时,男主看到一个布帘,打开布帘后,是一群面目正明的蟑螂,其中一个蟑螂晃动着一个绿色荧光棒,好像是个武器一般,男主一看,直接开枪打死了那个蟑螂,另一个蟑螂也和男主殴打在一起,但最终还是被男主杀了,杀掉还不解气,还补了几道,蟑螂死掉后,男主拿起那个绿色荧光棒,晃到了自己的眼睛,感觉不对劲,但没太在意, 队长这边遭到大胡子用刀偷袭,但大胡子被制服了,女士兵还想杀掉大胡子几期,因为他才会有那么多蟑螂活着,但被男主阻拦了,因为大胡子是平民,不能滥杀无辜,然后他们烧掉了这里,准备回基地,男主第一次出来,就杀掉了两个蟑螂,被众人夸赞,男主也很开心,晚上梦到和自己女友做羞羞的事,男主每晚都会做这样的梦,做梦时,手挥不住, 不自觉的抖动,第二天,男主总感觉不对劲,脉丝系统好像有些问题,然后来到优势检查了一番,经过诊断,男主一切正常,男主的脉丝系统也没有出现异常,医生觉得可能是战争留下的副作用, 男主向医生提到荧光棒的事,医生建议男主去找眼镜男聊聊,然后男主向眼镜男说了事情的经过,男主形容杀蟑螂的时候,满是骄傲的心情,眼镜男则学问,男主如果再遇到蟑螂,是否还会去杀? 男主表示肯定还会杀的,但总感觉脉系统出了问题,可以不清楚是什么问题,然后眼镜男告诉男主,你做了一件大事,应该感到自豪,你晚上应该好好睡一觉,到晚上,男主又梦到了女友,但梦到一半,卡了,男主突然惊醒,看到其他的视频,手有会像男主做吹梦时一样在抖动, 之后给村民派粮食时,队长接到了其他蟑螂藏身地点的消息,决定先带男主和女士兵去侦查一番,然后他们来到一座废弃大楼前,用麦思系统查看了大楼地形,可这时,男主的麦思系统出了故障,看不到地形图了,然后男主抓起一把草开始问,还说好像之前没闻过这种味道,这时,队长突然被蟑螂打死了,然后女士兵带男主冲进了大楼, 开始杀蟑螂,但男主进入大楼后,并没有看到蟑螂,而是看到一个女人,男主让女人赶紧离开,可这个女人直接让女士兵打死了,然后女士兵又杀了好几个蟑螂,但男主看到的他们并不是蟑螂,而是普通的人,这时,男主看到一个卷发女和一个孩子,女士兵又要杀掉他们,男主打运了他,但也中了一枪,然后开车带他们离开,开到弯路,男主因受伤, 晕倒了,卷发女把男主带到了自己家中,帮男主爆炸伤口,男主醒后,卷发女告诉男主,其实他们并不是蟑螂,而是有基因曲线的人, 麦斯系统起作用时,会让士兵看到的是怪物,哪个荧光炮,可以破坏麦斯系统,男主不相信,反问道,那些村民没有麦斯系统,为什么也害怕蟑螂? 卷发女子回答,因为人们都这么认为,男主还是一脸困惑,这时,女士兵找到了这里,打死了卷发女和小孩, 男主被带回的军事基地,眼镜男解释了来龙去脉,因为士兵在战争中会不忍开枪,消极战斗,即使参加了战斗,也会产生心理创伤, 麦斯系统就是让士兵看到军方想让他们看到的图案,把敌人当成怪物,惨叫变成嘶吼,就能提高士兵杀敌的效率, 蟑螂只是个谎言,他们只是有基因缺陷的人类,为了人类的繁衍,这些具有高质品基因的人就必须被牵出, 然后给男主看了一段录像,是男主之前同意接受麦斯系统植入的, 但男主完全想不起来了,尽管录像中说会删掉自己同意的这段记忆,可男主依然很哭, 突然,录像卡了,就像男主在梦中一样,意味着这个录像可能也是假的, 然后男主很愤怒地准备攻击眼镜男,可这时,眼镜男按了一个开关,男主顿时看不见了, 眼镜男说,我们可以控制你看到什么,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, 要么重置麦斯系统,并抹去这几天的记忆,要么继续监禁,男主想选择不要麦斯系统, 然后眼镜男让男主看到了没有麦斯系统的事实,当时他杀的并不是面目争灵的蟑螂, 而是求饶的普通人,为了抹出这段残酷可怕的回忆,男主选择了重置麦斯系统, 之后,男主升职回乡见女友,他看到温馨的家,女友出来迎接, 一切如此美好,可事实上,他的面前只是一栋空无一人的破房子, 在我看来,比起士兵的杀戮,更可怕的是村民的认同, 当大多数认为那是真理时,少数人的意见就会成为异类,会被孤立, 可随波驻流并不需要打鸟,勇气和智慧在于我们愿意与众不同。 好啦,今天就讲到这里,如果喜欢我的解说,记得关注哦!